新闻大破解 回答新闻 大家好 印太格局的共同构建者安倍晋三 被刺杀而逝世 那么前澳洲总理呢 艾波特赞扬他留下了辉煌长久的遗产 尤其是扩得四方安全对话 安倍的个人魅力和品格 还有杰出的价值观外交 兼具务实的策略 获得了许多盟友伙伴的信任跟推崇 那么随着印太战略加速联网全球 我们面临的呢 究竟是一个后安倍时代的提前 到来或人去正习或者是加速 进入一个和安倍理念 密不可分的一个新时代 那么中共呢 突然抛出了所谓共存论 被怀疑是以退为进 中共外长王毅十一号呢 向东协秘书出演说 声称他郑重告诉了美方 美中双方要考虑探讨建立 所谓的亚太地区良性互动规则 要维护所谓的开放地区主义 那么这是否会暗藏了一些后招 或是一些想象的空间呢 另外呢 二十六国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正在进行 而美军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态 这就是为了二零二七年 台湾海峡的情势而设计 我们今天讨论要环绕着 安倍晋三的影响 我们介绍破解新闻来宾 资深政经评论家 胡家隆先生 主持人好 郭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国策研究院执行长 郭宇仁教授 主持人好 郭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今天大家还是心情相当的沉重 日本史上最常任期的首相 自民党最大派伐的掌门人 安倍晋三遭到刺杀 那紧接着参议院的大选呢 支持修宪派取得了 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跨过了门槛 首相安庭文雄表明要继承 安倍的遗志要提出修宪案 我们请问两位先请教郭老师 第一个是说 安倍晋三这样的人物 他这个遇刺这个事 对日本国内可能的效应有哪一些 那再来是说 修宪派的诉求的国家正常化 有些论调特别是来自 中共方面的宣传的一些说法 执疑说所谓的军国化 引发战争的可能性 所以究竟修宪案的大方向是什么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代 我们会就是像德国日本 会有这样的提升军备的变化 其实就先讲 日本国宪法的事情 修宪的这个事情 日本国宪法是在1946年公布 1947年开始实施的 那从47年一直到现在 日本国宪法没有修改过任何一个字 纵使日本国内整体的 这个社会政治经济环境 大幅度快速的变迁 还有国际环境的大幅度变迁 过了七十几年 到现在一个字都没有修改 那没有办法修改的一个主因 当然是因为宪法第96条 对于修宪规定的严格跟困难 他首先必须要经过参重议院 超过三分之二 这个全体人数不是出席人数 全体人数三分之二的通过 通过之后要交付这个公投 那战后日本到目前为止 完全没有公投的经验 没有任何一个议案是有提 给这个公民投票的 所以因为宪法第96条的 这个严苛的规定 他这个几乎是全世界 所有民主国家 刚性宪法里面的刚性宪法 对 所以导致于说 其实几年过去 尤其在日本国内 有非常多的问题 都悬而未决 因为宪法没有办法被变动 那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安田文雄在去年九月 自民党总裁选的时候 然后去年十月做这个众院大选 自民党提出的政纲 对于修宪的主张 主要是针对四个大主题 第一个当然就是 所谓的自卫队入县 或自卫队加县的部分 那自卫队的加县说 其实在2018年 安倍晋三跟联合执政党 公民党的党首 三口纳金兰达成的协议 就是在不变动 日本国宪法第九条 第一项跟第二项的文字 然后在第二项的后面 把自卫队加进去 让自卫队变成一个 核线化的这个军队 所以安田文雄在去年的 中原大选提出的 自民党政纲 就是第一项 就是自卫队的入线 或加线说 那第二项也是因为 2020年年初的疫情爆发 那我们都知道 日本首相是没有 没有这个宪法权力 发布紧急命令权 所以从2020年年初 我们看到日本 一直不断在发布 所谓的紧急事态宣言 是 那个紧急事态宣言 它基本上是一种劝告性质 它没有法律的强制力 因为日本国宪法 就没有规范到 首相有紧急命令权 所以这是第二项 那第三项当然就是 这个教育无常化 就教育制度再经过几十年 完全没办法跟动 所以第三个是 教育制度的部分 那第四个也是 日本国内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一票隔差 就是每票不等值 日本经过这么多次的 参院跟中院大选 其实几乎每一次的大选 都被日本法院宣判是违宪 因为票票不等值 然后它隔差 就是它这个 每票不等值的这种状态 甚至于有时候 到超过两倍三倍 就是你的人口数 超过两倍三倍 结果还是选出一席 所以自民党在去年 公布的政纲 主要是针对这四项 可是日本社会 其实长期以来 对修宪的呼声 还不止这是个 严重的问题 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 日本从战后到现在 宪法实施以来 中央跟地方的权限 一直是强干弱智 中央政府有非常大的权限 可是地方自治体 在宪法位阶上的权力非常小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 中央跟地方的财政划分 极度的不平均 然后第六个问题就是 尤其这二十几年来 日本是高龄少子化 非常严重 所以社会福利制度 也因为宪法没有办法变动 导致于说社会福利制度 也没办法跟这修改 在这些零零种种的修宪问题里面 其实日本国民大部分都是支持修宪的 超过一半左右都是支持修宪 在这些有关内政跟社会的问题上面 那争议最大的还是宪法第九条的部分 那我相信这个实在是老天爷安排的这个剧情 上个礼拜五 这个安倍首相 这个不信 然后岸田文雄首相基本上在 从上周五一直到现在已经 非常明确的宣示 要继承安倍的一致 要推动这个修宪的部分 那对于岸田文雄来讲 虽然现在参重两院 自民党公民党加这个维新会 再加国民民主党 在参院已经一百七十七席 在参院如果是自民加公民加维新 会是三百三十四席 远远超过修宪必要的三百一十席 对 那可是问题其实不在这个地方 对于岸田文雄来讲 推动修宪是一个政治豪赌 岸田其实从去年的十月四号上台 日本媒体一直munking 就是嘲笑他 就是他是一个安全驾驶 为什么说是安全驾驶 因为他有一个backseat driver 就是他后座有指导人 就是安倍近善 对那现在安倍离开了 日本这个国家当然是由 这个岸田文雄首相来掌舵 对那他其实可以 讲好听点 他现在是进可攻退可守 他可以非常安然无事地度过这三年 因为三年内日本不会有重大的国政选举 对那他也可以选择政治豪赌 然后民流轻视 完成安倍首相的魏晋之功 对那可是推动修宪是有风险 风险非常高 如同我刚介绍到 不是只有参众两院有多少议席的问题 而是你要交付公民投票 那有几个比较显而易见的问题 第一个日本现在国内 不管社会经济上 都有面临非常重大的挑战 第一个通膨的问题 第二个经济萧条 第三个日元大幅贬值 对然后第四个 最近又开始第七波的疫情 然后你纵使很快的去推动修宪 最快最快也要明年的夏天 才能够公民投票 那虽然因为上周五 安倍首相的不幸 现在整体日本社会的氛围 是当然非常支持安倍 坚持的这个理念跟价值 可是到明年七月 到时候的日本整体的社会氛围 是不是还像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就很难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我才会说 岸田纵使想要继承安倍的 未尽之志 是不是能够如愿以偿 还有非常大的不确定的因素 那要请问一下 因为其实之前我们都谈到说 日本在区域的安全 要承担更大的角色 所以在宪法第九条上面的话 它需要做一些微调或是变化 有这样的一个方案吗 其实就如同我刚介绍到 2018年安倍首相跟这个 公民党的党首三库纳金兰的 这个谈判结束之后 是用加线说了 那加线说的话 基本上已经是在修宪派里面 最minor 就是他们最轻微 最卑微的要求 就是把自卫队放在第九条 第二项的后面 因为第九条第一项 基本上是不承认交战权 那第二项是为了达成第一项 所以日本不保有陆海空的军力 可是把自卫队写在后面 是作为国家自我防卫的 一个核线的军队 那这个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说 如果自卫队加线在 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第二项 那以后日本就可以行使 这个UN Charter Article 51 就是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 这个集体安全的权利 对 就是它可以所谓 就是用日本 用日文的原文 就是集体智慧权 它是可以完全行使 对 这是最大的差别 对 所以日本的很多 安保的法规 为什么非常矫文矫致 为什么规范的非常这样 蜿蜒曲折 主要就是因为宪法第九条 第一项 第二项 基本上是不见容于日本 甚至于说它自我防卫的程度 都受到非常大的限制 对 是 那同样问题请教 吴老师你怎么看 这个事件就是对日本国内的影响 还有日本人修宪之后 他的未来可能走向何方 在这个提纲里面提到 安倍遇刺以后 对日本国内的影响 还有金融 经济 政治等等 我先讲一下 安倍遇刺的消息 刚出来的时候 那个瞬间 金融市场的反应是什么 你猜猜看 答案是日元升值 暴冲 日元升值 之后又慢慢的吐回去 又慢慢的扁回去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呢 就是说 日本现在是还在维持量化宽松 虽然美国已经在开始收缩 在升息 那因为日本跟美国有贸易政策的差距 所以造成日元有贬值压力 那美国对日本的利差在扩大 就是十年期公债的报酬率 美国的比日本的越来越高 所以就把国际资金吸引回美国 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下 日元的贬值 贬到135来137这样子 那原因就是黑田东燕 这个日本央行总裁 是安倍的人 所以有安倍在背后支持他 然后他好像还在继续推量化宽松 尤其最近疫情之下经济不好 他更不想收缩 是这个原因 所以安倍遇刺以后大家想 那黑田东燕会不会将来被换下来 那他的持续宽松会不会政策修改 有这种想法才造成日元开始升值 然后后来可能又情绪又稳定下来 又开始变回去这样子 也是有关系统的变化 再来第二个讲到经济是这样 这个日本原来跟所有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从理论上做一个探讨 就是当你有经济萧条的时候 用什么方法来摆脱这个经济的困境 我们只要回顾一下 1930年代 美国的经济大萧条 当时罗斯福在1932年上台以后 推了所谓新政 New Deal 这个新政就是我当时的母校 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 去帮他设计 结果呢 美国的失业率从25%降到14% 就降不下去 还是很高 最后发生一件事情 短短一年半 美国的失业率从14%降到4% 充分就业 就是1939年西特勒 9月1号西特勒进攻波兰 二战爆发 美国开始全速运转 用军事工业的生产 把那个失业啊 这些都把它解决掉 那日本 泡沫破掉以后 不是失落了10年 失落了20年吗 那么现在如果那个安倍的这个路线 让日本的军工业能够从政的话 那么对日本的经济摆脱困局 多了一份力量 就是日本的军工业 现在那个安倍不是要主张 日本的国防预算要提高吗 从现在不到GDP的1% 接近1% 到将来要过2% 甚至于接近3% 那么你可以想象 日本的国防预算扩张的结果 日本的军工产业当然就受贿 对不对 那你看到最近日本的军工的概念股 股价都在涨 这是一个情况 再来 政治上就提到了这个修宪的问题 那么修宪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我的看法 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角度来看 当年三岛游济夫希望修宪 对不对 然后呢不成以后切副自杀 40多年了快50年了 现在任何一个日本政治人物 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遇 推动日本的修宪 那个完成这个国家正常化 这个这件大事情的话 他都个人都留下历史地位 这个相当于当年的伊藤博文 推动这个明治维新以后的进展 所以我认为安倍如果能够推动 在这个安倍不那个岸田 在安倍去世的基础上 能够完成修宪这件事情 透过所有的程序 走完所有的程序 如果能够完成这件事情的话 岸田个人会留名轻史 就是历史地位 我猜想日本的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以前是苦于没有这个机会 一旦有这个机会的话 不管你是清装派 不是清装派 清美派不是清美派 对不管 不管你左边右边的 你只要是作为一个日本政治人物的话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的话 做出决定性的一级的话 应该是相当大的诱惑 那再来就是讲到军国主义化的问题 是这样的 当年的军国主义 跟现在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个 日本内部的话 我从内部跟外部原因来讲 内部的话 日本已经走向民主制度 这个无庸置疑 当年军国主义的时候 日本有民主化吗 没有 第二个 日美共同防御条约 叫安保条约 在美国的眼皮底下 你搞什么军国主义 不可能 现在的情况 日本加强武力 只能配合 也必定是配合 美国的全球战略 分担美国的防卫责任 对美国来讲 这个是加分不是减分 在美国的监管之下 你日本 即使加强国防 重整军备 你能够走上军国主义吗 不可能 再来 第三点 安倍所提出来的战略视野 从以前 日本追求国家生存空间 所以延伸到目标对准中国东北 所以他是陆权的思维方式 虽然他是海权国家 海洋国家 但是他其实还是陆权思维 所以他要拿下朝鲜半岛 拿下中国东北 他要追逐 这个陆地生存空间 他这种还是陆权思维 但是安倍把他做战略转型成海洋的思维 他守住海洋运输线的安全 所以从西太平洋到南海到印度洋 才会有这个所谓印太战略这个概念出来 所以他是用海洋的思维进来的 取代陆权思维 所以现在的军国主义 并不是要追求这个生存空间 陆地的生存空间 然后对外来做侵略 不是 所以现在是在民主体制下 美日同盟的体制下 海洋的这个指导思想下 去加强日本的国防 分担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卫责任 也分担这个东南亚来到印度洋 这些印太地区的防卫责任 也包括南太平洋 所以日本现在变成以国际秩序的 维护者的角色出现 而不是追逐日本本身的 所谓军事扩张 这跟以前的军事扩张 不是同一个层次 所以意义大为不同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就简单讲嘛 你不可能在美国眼皮 你要搞什么军国主义嘛 你相反的 你是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 印太战略等等 跟美国联合行动 分摊美国的防卫负担 对美国来讲 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对台湾一样 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而且他可能还会参与 北约的一些合作 就是在联合国啦 在美国啦 在跟其他国家的共同行动之下 提升日本的国际空间 国际影响力嘛 所以日本的那个 这个修宪的行动的结果 用这个概念去理解 而不是用 套用过去军国主义的那种情况 来说他可能又要对外侵略扩张 不是嘛 所以日本现在的那个 强化国防力量 修改他的战略观点的话 坦白讲是一个转型 一个大转型 那安倍是这个转型的推动者 这是他对日本的一个重要贡献 其实讲到军国主义的问题 我觉得真正的军国主义 对外军事扩张 有这种能力跟意愿的 其实才是中共 今天的日本 谈不上军国主义 因为国内民主化 国外的话有美日同盟 所以真正能没有约束的 向外扩张的 其实是中共 中国的这个体制 国家体制支持 用来支持中共的野心 对外扩张的野心 这个大家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 所以今天是有军国主义实质的人 在想要指责别人搞军国主义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一个荒谬的情况 是 好我们接着休息一下 来看说安倍晋三的磁势 对于这个国际 特别是印太的格局 会有何变化影响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大破解 各国的媒体和政要 近期在讨论 安倍晋三留下哪些的辉煌遗产 例如像自由开放的印太 KOD 而安倍就形同是 印太战略的幕后的 共同的构建者 而印太和KOD的地理和战略中心点 其实就在台湾 那么川普政府的前白宫 副国安顾问博明透露 安倍很早就在提防 中国共产党的野心 因此发明了印太这个词汇 那中共就看到了这个问题 中共就威胁邻国 不要使用印太两字 不过中共的努力失败了 而美国前国务卿 蓬佩奥感念说 如果不是安倍当年 帮助美国政府来思考 要如何对抗中共 今天的世界格局 恐怕会更加糟糕的多 安倍路线的日本 总体上是以实力求和平 但温和又坚定的守势策略 实际也让日本成为了 欧洲 北约 印度 美国等力量 在东亚的安全的运转枢纽 所以请教两位 先请教吴老师怎么看说 安倍的过势 可能对会如何影响上 包括美日安保或东亚的情势 尤其在建构当中 还没有完全稳固的 印太的安全和对抗中共的架构 这个问题就是在谈到 安倍如何去改变国际局势 那这个问题追究起来 有点令人吃惊 就是说原来美国是老大哥 日本是追随者 拥护者 就是跟着美国走的 这一次安倍的事情 我们现在回过头去检讨 过去几年的发展 才发现可能是第一次 尤其是二战以后来第一次 日本是主导者 安倍是主导者 安倍在第一任的时候 已经提出四方安全对话 这个概念 自由与繁荣之湖 那个湖状曲线这个概念 第二任的时候 发明了印太这个词 Indo Pacific这个词 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这样子 让他的前面的论述 更具有这个理论架构 那一开始 因为他第一任只做一年 第二任的时候 他做了比较久 对不对 然后他就把第一任 未完成的这个 继续推动下去 然后关键时间点 是他在2017年11月 川普刚当选 还没上任的时候 201611月 2016对不起 2016的时候 川普刚当选还没上任 那安倍亲自到川普的家 去跟他详谈 跟他讲 中共才是美国的主要威胁 跟真正威胁 俄国已经不是 然后川普一听有点吃惊 因为美国传统上 是把俄国或以前的苏联 当作战略对手 然后川普问他一句话说 中共的军事扩张 军事预算成长如何 然后安倍跟他讲 军会预算成长了四倍 不是百分之四十 是百分之四百 川普大师已经说 我重视 对不对 那安倍准备了详细的资料 展开给川普看 然后就30年生长了40倍 对不对 就是说安倍有概念 有想法 还有数据 还有各种资料等等 来说服川普 当时川普只是刚当选 后来整个2017年 川普政府检讨的结果 思考的结果 接受安倍的提法 在关键时间点来了 在2017年12月中旬 通过国家安全策略报告 叫做NSSR 然后第一次把中国与俄国 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 那实际上俄国是赔榜 真正的对手 其实就是 从美国的战略角度来讲 是那个中国 那安倍在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 会这样的想法 其实就是在应对当时 一个重要的局势 国际局势的一个发展 叫做中国崛起 为了应对中国崛起 以及其后的这个野心 扩张的野心 所以安倍整个从第一任期 到第二任期贯穿 完全在思考应对 这件事情 日本应该怎么来处理 所以他从四方安全对话 自由繁荣的支湖 湖县的湖 然后一直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然后他这个思维 对日本来讲 是一种战略思考转变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日本原来的军国主义那个年代 是要争取生存空间 往陆地去搅足 希望拿下中国东北 所以经过朝鲜半岛 所以日本那个时候 1894年的甲午战争 是拿下朝鲜半岛 1904年的日俄战争 就是要企图拿下中国东北 是一种在陆地竞足生存空间 这样的陆权思维 那安倍这一次整个改过来 安倍现在也不可能去说 去再去攻打中国 俄国中国都不是日本 可以攻打的对象 日本现在的武力的防守 这是一种防守 防守什么 海洋运输线 因为他强调是价值观外交吗 对 他也同时强调价值观外交 所以他强调海上运输线 海上那个安全线的这个防卫 所以要从东海台海南海 联系到印度洋去 整个南海甚至于南太平洋 所以安倍的想法 已经从陆权的那种 竞足生存空间那种想法 转成巩固海上运输线 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你可以说 他温和坚定的手势 这个是成立的 这个说法成立的 那结果 安倍的这些提法 说服了美国 美国采用 然后美国变成调整 他的大国战略 然后安倍继续去东南亚 继续去印度 然后最后到欧洲 像英国 那最近的话 你看德国总理来日本访问 那日本首相岸田去英国访问 所以日本也透过印太战略 跟欧洲有更紧密的一些关系 为什么 因为印太地区也是欧洲的利益 也是欧洲的安全所系 再加上这个像这个病毒的扩散 没有什么地区之分的 全球化了 所以现在日本的思维 是以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东亚地区和平与安定的承担者来自居 在美日安保条约之下 日本尽量做贡献 你说分摊美国的防卫责任也好 还是说对这个整个地区 提出价值观的那个合作对象 所以安倍其实从地缘政治 从国家战略转型 然后从国际秩序上的 以规则为基础 以普世价值为基础 这样看起来才影响了国际局势发展 现在变成说安倍的整个思维 整个架构被国际认同接受以后 现在各国对他的去世 表示哀悼跟尊重给尊敬 背景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个在日本的历史上 可以说相当罕见 因为之前日本虽然也有一些历史性的人物 扭转了国家的前进方向 帮助日本成为大国崛起 像什么伊藤博文之类 但是安倍现在的话 慢慢的去检讨他过去的努力 以及他所取得的成果 他不但在日本有历史地位 将来他在国际上 国际局势这个方面 也有历史地位 那中国的崛起变成 不是日本的问题而已了 也不是台湾的问题而已了 还是美国还是欧洲 是全球 还有东南亚全球性的问题 所以安倍等于在这个方面 如何面对中国的扩张 中共的扩张野心 这个方面 他变成一个领先者 先行者 等于是具有先制跟远见 现在变成这样子 你现在绝对不能说 据说安倍这样搞 是在军国主义复活 那种说法没有用 没有最无力 跟川普政府的想法是一拍即合 那团案问题也请教 郭老师怎么看说 既然像安倍这样辞世 又是他那么重要的推手 那对国际情势可能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先补充一下 刚刚吴老师提到的 这个日本的国家战略方向 到底陆权还是海权 那这个真的也是历史的巧合 1889年的日本首相 宁智惟星之后 日本首相是三线友朋 他也是三口线人 跟安倍是同一个故乡 日本开始走向扩张的起点 其实就是三线友朋在1889年 提出来的外交政略论 那三线友朋当时提出一个理论 就是所谓的 他有所谓的主权线 国家主权线跟国家利益线 三线友朋认为说 作为日本首相 他认为说如果一个国家 只守着自己的主权线 那一定有一天会被这个外国所霸凌 所以他强调的是国家利益线 就是他国家利益之所在的那条线 那三线友朋当时是把 国家利益线划在亚洲大陆 所以才导致于日本的扩张 是往亚洲大陆去扩张 那在扩张的过程当中 朝鲜半岛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才会有刚刚吴老师提到的 日本作为一个海岛国 可是他很多的思维 是路权主义的思维 那也可以这样子说 因为安倍首相在上周五 这种不幸 我们事后当然可以这样子说 这个安倍在2007年 提出来这个印太战略 一直发展到现在可以说 如果从历史的众生来做分析的话 可以说是对日本 明治维新之后百年历史的 一个反思的产物 安倍首相在去年12月1号国策研究院的那一场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的演说 他其实就标志了这个日本的国家大方向 几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当然就民主 不是价值 然后海洋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是安倍晋三首相在过去的十几年的努力 把日本这种Self Identity 日本的自我国家认同 从一个陆权思维 转移成这个海权的思维 然后才会有刚刚吴老师所提到的 这个是没有发生过的 从这个190年代美日缔结这个美日安保条约之后 从来就只有日本首相互从美国总统的战略方向 没有发生过这个强国的总统 在互从小国或弱国的这个国家战略方向 那安倍晋三是唯一一个 这个从2017年1月20号川普上台 找不到这个美国的 怎么去应对中国的挑战 然后一直到2019年的6月跟11月 美国国防部跟美国国务院提出的 印太战略报告跟印太院警报告 是首次美国官方 也不能讲抄袭 应该是说这个 采用这个安倍首相在2007年提出来这个概念 那当然也包含了今年2月12号 拜登提出来的美国的印太战略 所以这个部分是补充刚刚吴老师所说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提到说这个 后安倍时期 安庭文雄怎么去推动这个抗中的架构 那我们就从小 从小讲到大格局上 从最小当然从日本本身提起 纵使没有安倍这件事情 今天年底日本本来就有三个国安文件要修改 第一个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那2013年 安倍当时首相的时候 他立足要改革日本的国家安全会议 然后日本的国家安全会议必须要来制定 战后日本首份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就是NSS 2013年是第一版 然后今年的年底 安庭文雄会提出第二版 然后年底也会有防卫计划大纲 就日本五年起的中期 就是中长期的国防政策纲领 然后第三份文件是 中期防卫力准备计划 他基本上就是在规划 日本的国防预算 跟日本的武器采购清单 或研发清单 那在这三份国安文件里面 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决策 刚刚吴老师有提到一些 第一个是当然就是国防预算 安庭文雄在去年竞选 虽然说证监是提到2%的GDP 可是我个人觉得 这个不太切实际 以照日本的财政结构来讲 日本的总体经济规模是5兆美元 那他现在的国防预算 大概是一点点超过1%的GDP 他2021年的这个 2021年原来的这个国防预算 是5兆8千多亿日元 然后后来2021年的追加预算 加总起来大概就正好 大概是6兆日元左右 那换算成美元 大概是500出头美元 那2%的GDP 那表示说日本的国防预算 会到1000亿美元 这个是非常吓人的数字 现在全世界的国防预算 第一名当然是美国 7800多亿 第二名是中国 大概2600亿 那第三名是印度 720亿左右 那第四名是俄罗斯 600多亿 比较合理的 我认为说大概是1.3% 就未来五年 未来五年 日本的国防预算 大概是1.3% 大概600多亿到700亿美元 那大概也是 全世界第四位或第三位 那个已经非常吓人了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第一基地攻击能力 或反击能力 那这个部分 这个概念为什么重要 因为它会牵扯到 刚刚提到的中旗航 日本智慧队会采过什么武器 包含中程的这个飞弹 包含这个巡异飞弹 为了要让智慧队 有这个反击能力 那第三个是安田 去年提到非常重要 这个当然是应对中共的挑战 就是海上智慧队跟海上保安厅的任务整合 对 因为 这是相对于应于中国 因为现在中国的海警是归武警馆 武警是归中华军委会馆 所以海上保安厅 如果它还是一个厅的规模 你怎么去跟人家那种 一条边式的军事组织做对抗 非常困难 所以日本的确有观察到这个问题 然后第四个当然就是陆基省顿 陆基省顿这个案子其实pending非常久 因为它牵扯到的这个预算规模 真的非常大 原始的这个陆基省顿的这个预算规模 是4200亿日元 那如果把它全售起 就是20年 这个操作的成本全部算进来 再加4000亿日元 那就到8200亿日元 那个价格非常高 可是就这个两年前 和解太阳担任防卫相的时候 把这个案子逆转了 因为它这个借口 我不知道实情怎么样 可是借口是说那个 拦截器打上去之后 那个booster 那个推进器会掉下来会杂重民载 所以把这个案子停掉 停掉之后改用两艘9000顿级的 神盾舰来装载这个陆基省顿系统 这个也是有点荒谬 那果然经过计算之后 这总体成本会远远超过陆基省顿 那这件事情会在今年的年底 会被解决 因为它牵扯到的 不单单只是日本一个国家的国防 牵扯到整个东北亚的局势 因为陆基省顿 它是最先进的飞弹防御系统 所以日本本身就有这么多 这个国防政策 重大的国防决策 在今年年底会做 那更不一样去讲说 这个美日同盟 它这个 其实今年其实也是满可惜 拜登5月23到东京 其实原来应该是美日之间 要对这个台海有事 有一个机制性的这个文件 对 可是因为真的是太倡促 因为武函战争爆发 其实在美日的预想之外 所以在今年年底 日本把这些国安文件修改完之后 明年就会开始去讨论美日同盟 尤其它的这个 2015年的4月27号 通过的第三版 美日防卫合作指针 怎么去accommodate 怎么去把台海 或台湾有事的前进 纳入美日同盟的合作 那第三个当然就提到 美日韩在东北亚的合作 然后第四个当然就是跨 跨现在看起来最重要的 这个关键的战略地点 是在南海 所以未来应该看得到 这个四国的海军 它会慢慢把它的偏重从 现在比较偏重在印度洋 然后慢慢东移到 这个南海的这个区域来 所以换句话说 在后安倍时期 就是没有安倍首相的日本 他还是要修的 他还是要肩负 在整体的印太的安全架构里面 一个非常 枢纽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回来看 在这个安倍被称为是 推动日台关系 往前推进的总后台 那他的词事呢 对于日本台湾关系 下一阶段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大破解 安倍首相的家族呢 他三代人除了三位首相 都和中华民国和台湾的关系 深厚而良好 那日本的驻台代表 权玉太日前形容 安倍晋三呢 就是促进日台关系的总后台 而现任的首相岸田文雄呢 曾经多年担任 安倍晋三内阁的外交大臣 不过呢 他和现任的外交大臣林方正的过去经历呢 被认为相对是比较的亲中派 那日本的外交呢 系统又受到官僚系统很大的这个惯性影响 所以安倍的词事呢 日本和台湾的关系 有些解读未来是并不敢乐观 而有些节度呢 解读则认为说 安倍的异常会更加的巩固 他的路线呢 会得到更大的力量来挹注 所以先请教郭老师怎么看说 日本和台湾的关系 当然这经常是相对于这个日中关系的变化 那还有就是副总统赖清德 这一次这个闪电访问东西呢 被认为是重大突破 那究竟是一个情感道义上的一个 一时的例外 或者是理性计算 安倍路线就是要进入一个新阶段的 一个新的起点 其实我记得去年这个十月四号 日本中院大选结束之后 而且这个九月自民党总裁选 十月中院大选 后来是这个安田文雄 当然担任首相 在国会的子民选举里面 那当时就有非常多的外媒 包含台湾的媒体也在报导说 因为安田文雄他是这个 他的立场没有像安倍那么反中 所以对于安田文雄的这个施政 会有一些担忧 然后尤其他用采用临防证 做这个外务大臣 那这个方面 其实我觉得有些评论表示 不是很了解日本国内政局的脉动 第一个就事实面来讲 其实安倍虽然说对台湾有特殊感情 然后跟台湾有非常浓厚的这个情感的基础 跟往来 安倍在任八年 其实没有在任何的国际场合 提过台湾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第一次日本首相提到是2021年4月16号 菅义伟到白宫去跟拜登峰会的那一次 那是第一次 那原因当然也是因为这个他是沉寂安倍路线 那去年安田文雄上台之后大家就在猜 是不是安倍路线会被中断 结果安田文雄上台10月4号去年到现在 才短短不到10个月 他已经在超过10次的国际场合 提到台湾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对 所以我觉得去怀疑这个或猜这个 是没有意义 另外讲林方正 大家很喜欢讨论 可是林方正的确在北京有非常多朋友 可是很遗憾的他在华盛顿的朋友是更多了 如果你讲林方正量表0到10 林方正亲中10 那他亲美就是20 因为林方正是少数的日本的政治人物里面 英文相当相当流利的 然后对于这个华盛顿 这个国内政治的脉动 掌握得非常好 所以安田文雄当时去年采用他做外务大臣 除了派系平衡的考量之外 另外一个是 林方正是少见的政治经营里面 非常具有外交手腕的 并不是因为他亲中或不亲中 那另外一个从比较大的格局来看说 这个安倍的挺台路线 或者是这个日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会不会因为安倍的辞世而又中断 那当然也非常明显 是这个非常困难 原因在于说中日有太多 这个结构性的安全矛盾有太多 那这个部分已经不是说首相个人 我的意识形态 我喜欢或讨厌中国 我喜欢或讨厌台湾 这样一个情绪性的单独边缘可以来决定的 举几个简单的中日之间的结构性安全矛盾 从朝鲜半岛开始 众所周知 乌克兰战争 尤其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 中国跟北韩 其实现在一直卯尽全力 想要发展战术性核武 那战术性核武它在战略上有一定的嚇阻力 包含我们之前有讨论到乌克兰战争 那普丁一天到晚在威胁说要使用战术性核武 所以 今年开一年一直到现在 北韩已经试射过17次的飞弹 打了26枚飞弹 然后大家一直在担心说 金正恩什么时候会推出第7次的核四爆 那第7次的核四爆没有意外 应该核当量会非常小 非常难侦测 因为战术性核武它需要的核当量 是非常非常小的 对 所以 就朝鲜半岛的议题来讲 中日基本上就存在了一个 非常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在那个地方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东海 对 那东海 中国跟日本从2008年开始 就猫抓老鼠 到2010年撞传 2012年野田佳燕把这个 9月11号把这个两岛 钓鱼台的四岛里面的两岛收归国有 然后就一连串的冲突 中日之间在东海上 然后2013年11月23号 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设 然后一路炒 炒到2018年的5月11号 李克强到日本去G20的峰会的时候 跟安倍签这个海空联络机制 他签了之后他也不履行 对啊 中国也不履行这个海空联络机制 尤其安全热线的设定 从2018年5月11号签到现在 到上个月安心夫去参加 相隔离大对话的时候 威风河还在跟他讲说 要尽快启动这个中日的安全热线 所以这个中日在东海的 这个结构性的矛盾问题 并不会因为日本首相换人 他就不存在 这个已经是从 如同我刚刚提到2008年 甚至于民主党他都还没执政 经过了几任首相 这个矛盾都还在 然后第三个当然就是南海的问题 中国决定2013年在南海垂沙全岛 2015年开始军事化 那偏偏南海 从印度洋马来西亚海峡 到南海的这个航道 又是日本主要的能源的生命线 对 所以你中国一直不断的 这个在做战略外推 然后逐步的以武力 慢慢去控制这些重要的国际航道 这个过程 你要日本装作若无其事 这个太困难了 所以这个我自己的判断 包含我们刚刚上一节节目提到 日本在今年年底 有三个重要的国安文件 那日本为什么到现在 都还没有常态性的参加 这个美国的这个 自由航行任务 就是自由航行任务 原因其实是这个也是没办法 因为日本四个88舰队 它现在的所有的海军舰艇 只有54艘 那日本的这个 日本是一个岛国 它是几千个岛组成的 所以日本虽然说它国土面积 只有30多万平方公里 可是它的 如果加上它的领海跟EEZ 加起来是600多万平方公里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 54艘舰艇完全不可能 所以在今年年底的防卫计划大纲 跟中期防卫率准备计划 其实日本会快速的增加舰艇数量 那很快的就有有办法 可以跟美国一起在南海做巡弋 所以这些问题 我们都还没有讲到台海 所以光这三个结构性的安全矛盾 你任何日本首相想要对中国有好感 我觉得都有结构上的不可能性 对 那吴老师怎么看呢 我很快来讲一下这个 分成另外两个城市 日本内部 日本的外交 我们提到说林芳正是号称亲中派 甚至于岸田也有这种感觉 是第一个 亲中派崛起的背景是当年 欧巴马时期 美国还在跟中共是和解的关系 是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 所以美国都跟中共有来往 日本跟着有来往 在美国的这个 跟美国一致 这个并不突兀 那现在美国已经调子变了 美中是进入 由和解进入对抗 所以日本也应该看出这个趋势 这第一点 再来日本的外交 不管你是亲中还是亲美 日本的外交 一向在美国的掌握之下 日本的外交 没有超出美国的那个 所谓如来佛的掌心 这样懂吗 就算你是亲中派 你敢亲中吗 如果现在美国的那个 在美国的监督指导之下 你日本的外交 绝对是跟着美国走 这个没有问题 再来 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 历史的那个机遇 就是日本有可能 最起码以前的那个 门槛都跨不过去 现在有可能达成 跨过修宪的门槛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都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来建立个人的历史地位 对日本的历史来讲 这个修宪的问题 国家正常化的这个追求 绝对是一个 具有历史地位的一个 对政治人物来讲 是一个诱惑 你可以打造你的历史地位 再来最后一点 日本外交 一向有敏锐的感触 我举一个例子 1972年2月 尼克森去中国访问 那个时候并没有说要建交 只是一个愿景 美中将来要关系正常化 画一个大饼而已 结果当年9月 1972年9月 日本首相田中角龙 就跑去跟中共建交了 后来证明他这个方向也没错 日本因为在美国的那个管束之下 对美国的这个外交 花很大的心血去研究 日本的外交变成说 有时候感触非常敏锐 抓住美国的外交的转变 抓住关键的时期 做出这个领先的动作 是这样 背景是这样 再来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 美国有一个理论 有一个 就是以前卡特时期的 国家安全顾问 布里辛志基 他有一个大棋盘那本书里面 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跟日本 都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他们有敌对情绪 OK 但是不要让他们真的打起来 他说为什么 因为打起来的结果 分出胜负之后 输得一方 向胜利的一方臣服 合起来的话 中国人跟日本人合起来的话 这股力量 美国很难应付 所以美国不要让他们 去分出胜负 不要让他们去开打 让他们有矛盾就好 有敌对就好 不要让他们真的打起来 当时布里辛志基 有这样的一个构想 然后演变成现在的话 日本如果要重整军备 加强国防的话 他有几个军事目标 第一个当然就是安倍提到的 要把国防预算 从目前的百分之一附近 拉升到百分之二 甚至于更多 然后再来 日本开始 要部署中程导弹 2500公里射程的 然后日本可能要出口武器 日本的军工业可能要复活 再来的话 日本可能要把他的直升机航母 改装继续改装成 可以让F-35B 垂直起降的一个 算是轻航母 现在已经改装完一艘了 大概日本有八艘左右 就是直升机航母要改装 这样子的话 每一艘可以携带 40架的战斗机 垂直起降战斗机 这样算是一个强大的改装 然后日本可能还会像澳洲一样 要求美国移转核潜舰技术 美国那个澳英美三国同盟 美国说要移转核潜舰的技术 给澳洲 那日本也可能也会要求 再来 日本现在提出来一个就是 让美军把核子武器 部署在日本领土上 不是日本自己搞核子武器 而是美军把核子武器 部署在日本领土上 后来德国发现这个叫核共享 德国发现这个点子也不错 德国可能也愿意让美军 把核子武器部署在德国领土上 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可能会有更多的 这个共同防卫条约 还是协议 还是安全的协定 涉及到台海跟南海 所以日本的这个军事目标 越来越明确 它这个巩固 它的海上那个生命线 那从印度洋 马六甲海峡 南海台海 东海 这些那个日本的海上运输线 这样子 然后最后我们提到一个 就是其实美日安保条约 在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之后 我们当年三月份选总统 1996年的四月份 柯林顿总统亲自到东京 为安保条约重新界定 那个redefinition 然后那个时候把它修改为 那个适用换为是日本周边有势地区 等于说不明讲的把台湾纳进来 然后现在这个也是安倍会讲那句话 叫做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基础 可是后面还有一句话 井哥的一句话 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是这样来的 就是说其实美日安保同盟里面 已经悄悄把台湾纳进来 一个直接证据 就是驻日美军五万六千人里面 有将近一半本来是一半 现在可能六成的兵力是放在琉球 所以防守的对象很清楚 就是日本西南方的这些岛屿 当然也包含台湾进来 那其实驻日美军 驻琉球美军自己也知道 防守的对象就是台湾 所以呢美日安保条约 纳入台湾这件事情 算是安倍终于憋不住了 把它讲出来 叫做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现在我们台湾这边 要把它稍微扭转一下 叫做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台湾应该要积极帮忙 那我们已经表现在那个 湖岛地震那个事情 我们的救灾了 那以后在地缘政治方面 那个台湾跟日本的关系 还可以更紧密 我们要把日本有事 视为台湾有事 不能只是整天被动的时候 别人要期待别人来保护我们 那最后讲一下说 进入大国博弈的盘算 美国如果让日本重新武装 加强国防力量 大家不是会说担心说 是不是军国主义的灵魂又回复 那我说美国手上掌握一张王牌 至少一张王牌 可以牵制日本 不担心日本重新走回过去的 老套的那一套军国主义 那这张王牌叫做台湾 台湾不但是牵制中国大陆 也牵制日本 因为台湾也位居日本的海上运输线 生命线 那美国控制台湾同时可以牵制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 以及第二大工业发达国的这个日本 这张王牌握在美国手里 美国可以放心让日本重整军备 然后在美日安保条约之下 美国看管日本的军事扩张 让日本的军事力量是为美国所用 配合美国的大战略 分摊美国的防卫责任 所以在这个概念之下 担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是没有必要的 那也因为这个原因 日本看出来 所以日本会想把台湾争取过去 让台湾不会变成美国的棋子或筹码 所以你现在看出来 日本争取台湾 比美国争取台湾 还要用心还要用力 日本希望台湾跟美国发展出生命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概念 而台湾并没有跟美国有这种概念 所以你看你现在可以看出来 日本政治人物争取台湾 可能不是只有安倍 从日本的那个国家利益 跟国家安全的思考来讲 日本必须把台湾争取过来 避免美国用台湾来制约日本 所以台湾的那个局面 现在有比较微妙跟复杂 在大国博弈之下 可能有不同的那个角度观察 所以我想最问一下郭老师 就赖清德访日 有些人解读成是这个 岸田表示要继承安倍一致路线的一个 下的一个决心 会不会觉得这样是想过多 就是想得太快了 或者说确实是一个好的开始 你怎么看 其实持平来讲 持平来讲 因为安倍首相是上周五 的早上出事的 然后一直到过了五个多小时之后 才正式发这个死亡通知嘛 就是过世的 那日本的商葬习俗是三天 就是那个三天不是 他从他过世开始 是回到家 开始计算了三天 所以他是礼拜六到家的 礼拜六到家三天就是 昨天是这个商礼嘛 对 所以为什么要提这个过程 如果安田文雄 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有一点点迟疑 那个赖副总统是去不了动静的 所以光从这么快速的决策 这不是一件小事 这是这么大的一个决策 而且他做得这么果断 可以看得出来 就绝对不是 例如说一次性 或是偶然的 完全不是 那更何况这个是 外交的基本常识 没有所谓的副总统出门 没有所谓的个人行程 这个是一种说法 当然是一种说法 对 所以我不认为说 这个这些议策 认为说这是 例如说是一次性的 或者是这个 干纯的人道 那你会怎么解读这个动作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个标志性的政治动作 这个也是要让中国 我知道就是说我刚刚所提到的 安倍的不幸 我们都不愿意这个样子 可是安倍的不幸 基本上在日本国内也好 美日或是台日之间 其实现在的氛围是 秉除成见 然后这个共识性越来越高 对 好 节目之后我们请两位 跟一分钟总结今天的讨论 吴老师 我们现在看到日本 安倍以战略视野 提出战略视野 来说服其他国家 尤其美国 还有澳洲 印度 甚至于欧洲那边 那么其实我再补充一下 我再讲一下 就是其实李登辉去影响了 安倍的视野 所以这个也是事实 就是安倍曾经来跟李登辉 好好地讨教 李登辉也跟他讲 你可以做哪些事情 那两个人都在推动修宪 不单纯是内部的修宪问题 我想国际视野 就是李登辉确实有给安倍 一些启发 带动安倍的思考 安倍后来提出战略视野 然后说服了影响了川普政府 然后川普政府后来 也的确提出印太战略 然后在这个印太战略之下 那凸显了台湾的关键位置 从地缘政治到半导体产业 到民主自由的价值观 台湾都是三个效果 三个作用 有地缘政治 关键的这个产业半导体 还有这个向全球华人社会 发出民主自由的号召 所以台湾都具备 这三个都具备 那其实我们现在只注意 我们现在关注到说安倍 提出战略视野影响到其他国家 那问题是李登辉有影响到安倍 所以我们看出来 小国在大国博弈中 并不是没有空间的 小国虽然版图有限 人口有限 但是可以透过战略观点的提出 国家利益的界定 来说服大国 在大国追求它的利益的时候 做出对小国有利的事情 这是台湾可以做的 是那郭老师 同时我也想要再问就是说 您觉得这段时间上 岸田的危机处理 跟遇到那么多的变局 它的表现如何 我举一个例子 除了这一次安倍首相的 不幸事件之外 我记得去年这个岸田文雄 第一次在国会子民选举 是10月4号 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大家都猜 众院大选应该是11月会举行 结果没有想到他 但是首相才一个多礼拜 好像我记得才9天 他就宣布解散众院要重新大选 那那次的大选是在10月31号 11月1号才机票完成 结果他就飞到这个英国去 就是参加那次的COP26 就是西后峰会跟这个拜登见面 跟Boris Johnson见面 然后跟这个 那个时候的澳洲总理 然后跟这个越南的总理见面 所以其实去年他才刚上任 就完全看得出来 他就像2012年底的安倍二次执政一样 是非常决定 下了非常大的决心 要来担任国家领导人的 这个重者大任 那如同刚刚所提到的 安倍的不幸事件 是非常突然的一件事情 那岸田文雄也在这么突然的状态之下 这么果决的下了这么大的决定 让我们赖副总统到东京去调宴 亲自调宴安倍晋三首相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对岸田文雄的这个评价 是非常非常高 说真的跟2021年9月之前 总裁选之前 我们所认识的安倍晋三首相 真的是两个人 我记得去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 第一次的政见会 我在看电视 我真的非常讶异 就是敌基地攻击能力 这一个专有名词竟然会从岸田文雄的嘴巴里面讲出来 他是这么温和 然后这么的这个 reluctant 就是这么优柔寡断的一个人 怎么突然就提出这么 这么强硬的主张 所以这是我对岸田文雄雄到目前为止的评价 那总结来说 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有点惭愧 去年的12月1号那场演讲 因为可能也是举办会议 真的是非常忙 有非常多的细节要安排 没有机会把安倍首相那一天的讲稿 真的好好读一次 那我真的是推荐大家 我们国次研究院的网页上面 有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下载 上个礼拜五到现在 我反复读了大概几十次 然后非常讶异的这个去 真的去了解 安倍首相那一天 在国次研究院的视讯演讲 这个稿子写得非常非常用心 他几乎把他这个十几年来 为日本 为印太地区 播化的这个大战略 就在这一份 这个短短的演讲稿 二十几分钟的演讲稿 里面呈现得非常完整 他里面特别强调 从世界史上来看 大部分的侵略国或侵略者 往往都出于 自己国家利益的方便 而低估了对手 这个抵抗的决心 这个演讲是在去年十二月一号 乌克兰战争还没爆发 可是安倍首相在十二月一号 国次研究院的演讲 其实就已经看到了 这种独裁者的傲慢 对权力的傲慢 所以他在那场演讲里面 我那天一直觉得奇怪 为什么他一直反复的 不断的提到 要北京的领导人 还有习近平 不要误判局势 不要低估 我们自我防卫的决心 所以最后再建议大家 有空真的去把 安倍的这个讲稿 再读一次 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 未来安田文雄 他在延续安倍路线 或所谓的安倍独义 安倍主义 他的几个主要的战略方向 我觉得都破坏了在 这一个演讲稿里面 是 感谢这个演讲 我们也上了完整的字幕 就放在新唐人电视的 新闻大破解节目的YT频道 也欢迎大家去看一看 安倍是非常用很温和 而且让人民都听得懂的方式 去告诉特别是 他的对象是台湾人 好 我非常感谢两位 很精彩的分析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 新闻大破解 我们每周三五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 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 将持续为您制作 更优质的节目